这波虽然下方选手被杀一名人物 但是这个功能的反击还是有一定的力道的 就看这回合内拉助理会不会选择逃跑 如果选择逃跑的话 那比赛就直接结束了 如果选择继续拼拼拼拼拼的话 那么内拉助理我估计 他也不坚持着回合数应该不会太多 要么就他赢 要么就上输 不会太久的 因为毕竟这个是职业版的 打起来很刺激 直接这个用多段攻击 击杀了对方宠物 看来还是要拼拼的 毕竟这是决赛 双方攻击都没有获得什么斩获 看来内拉助理还是想要拼拼拼拼拼的 毕竟对他来说现在不是没有机会 而且的话毕竟是身经百战选手 果断选择了换宠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复活的话 人物太被动了 所以必须换宠 换出满配之宠物来 现在对于上方选手来说 是优势是很大的 但是你还真别说 不一定他就能赢 因为下方选手功能还在 只要功能还在 一切皆有可能 我们双方也仿佛听到我的话了 开始针对功能了 想要击杀功能 就必须想要击杀功能的中拳宠 想要击杀功能的助理宠 就必须先破掉功能的中拳宠身上的精灵 现在刚才是破了一波 继续破 那么现在身上已经没有精灵了 哇 承受了两波的攻击 功能中拳手机被击杀 而功能并没有获得什么斩获 这波有点凶险 接下来很可能要崩盘 功能没有了中拳宠的保护之后 功能是非常脆弱的 看他怎么弄了 中拳宠直接复活起来 功能身上有光 破 破完了 接下来很危险 功能没有选择防守 选择防守就要硬扛 丑雾回旋体压制对手 哇这波非常漂亮 成功躲过对方的攻击 功能 还有最后一波 功能这波挨了一箭 又承受了一次攻击 但是没事 哇内拉筑里的功能太厉害了 也可以说他的命能厉害 在这个关键时刻 对方的属性已经被转了 没有获得这个火属性的加成优势 对方的属性的加成优势